华林县府在112年10月办理有机农业月旦讲座 而讲座以农牧废弃物循环在利用与农田土壤生产力增进策略为主题 吸引来自华林地区的众多农友 以及对有机农业感兴趣的县民踊跃参与 近代学院表示有机农业月旦讲座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 也会促进华林县有机农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表示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重要的方向 对华林县农业转型升级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还有呼吁在场农民们能够积极学习应用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 共同促进华林县的农业健康发展 这次讲座特别邀请到小英国内外的农业教父王中先生 先是博立平东科技大学农业生产系明教授 同时也是经济部商检局农业国家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 农业部友商环境跟着推广团体审查小组为多项植物 但有机农业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 王教授在影响当中分享有关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先进策略 包括秋营一份堆肥 厨与堆肥 黑水芒以及食品工业污泥等方法 他也重点地介绍了增进农田土壤 肥利的策略 包括汤化有机质材料的应用 以及沼渣沼溢的有效利用进步提高农田的生产效能 公司也涵盖物种歧视化的重要性 及气候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特别是对因温室气体激增导致的异常气候环境 如高温 低温 清水 干旱等等进行深入探讨 并且提出相应的影响策略 记得就位华彩老